基本的需要的角度去出發 就像一個新生兒 她出了在媽媽的肚子裡出來之後 她吃人的最基本的需求 為何現在社會裡對於這個行為 很多人還是有色眼光人望的 第一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因為可以推廣母語 多些人認識母語 而且知道其實餵母語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 其實是很開心 而且畫面可以很漂亮 這是只有媽媽和寶寶才能感受到的 但我也想其他人都可以看到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餵母語是這樣的 很開心 平時餵的時候會和我會有些互動 會和我聊天 雖然她不懂得說話 但她會看著我 在那裡聊天 我想我最難忘的一張照片 就是121號遊行的時候 我拍攝給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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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她多轉一點點過來 就是她的人質一點 對 可以吃在外面嗎 可以吃在外面嗎 OK 兩邊可以看 可以吃在外面 可以吃在外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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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我也很害怕媽媽會不適應 或者覺得堅持不了下去 但她都很順利的 這樣就可以拍攝了 可以拍得多一點BB嗎 是的 我的動作會比較 可以看到你的鎖骨 或者看到你的鎖骨 之前遮到陷阱 因為我想多些人 不要害羞去餵人奶 其實餵人奶 也不是一件 值得要收收賣賣的一件事 因為跟BB的關係 是不能取代的 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奶瓶 或者奶粉可以取代 其實遊行是我們生活中的 其中一個習慣 變成香港人生活一部份的遊行 所以我覺得這頗代表香港的文化 所以我們選擇在遊行的地點 拍攝媽媽 其實在公司第一次開口 會問地方借地方 泵奶 或者同事的目光 就比較難去處理 他們會笑一下你 其實因為剛才我們分享的時候 很幸運 我所有上司 公司的同事都很支持我 變成我Kip說 不如我們在公司拍攝一個主題 反映一個在職的媽媽 其實同時都可以餵捕母乳 我覺得先生的支持其實都很重要 他不會說見到小朋友 其實可能絕緣 不知道他飽不飽 不知道他絕了多少 不知道你有沒有 其實在於一個爸爸來說 其實他都擔心小朋友 他都可能擔心 你會不會餓生兒子的 他都會有這個擔心 但是我先生就沒有抱怨過 我媽媽就是最鼓勵我的其中一個人 我覺得很辛苦 因為兩個小時餵一次 有時候過幾小時又要餵一次 我媽媽說 你餵吧 你有你餵吧 其實這次香港母乳協會這個活動 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我真的可以跟我兒子 一齊出來一個公眾的場合拍照 用我們的樣子 用我們的行為 去讓大家知道 其實餵母乳是一個真是最天然的事 第一次我抱他過來 他已經懂得自己去找母乳來吃 其實那一刻很神奇 因為我對一個初生的寶寶 一點認識都沒有 但是他跟我已經好像與生俱來 有一共識 原來是可以餵母乳 那一刻開始 其實我跟他就好像不可以分開 其實你可以走一走 第一件事你不要偷偷了那麼多 你明知道我的鏡頭在那邊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有人拍了 在那邊拍照 有拍照 有拍照 我選機場來拍這輯照 其實是因為我剛生了兒子 之後幾個月就要上班 那我當時的工作是要 所以我經常都出差 那我記得當時都挺辛苦 因為可能我要 寶寶來接機 那我要餵完最後一頓 然後才上機 然後在飛機裡又要泵奶 去到外地又可能要經過很多的艱難 才可以將在外地泵的奶 拿回來給他吃 然後他又來接我機 所以在機場我有第一時間餵他 都經歷了很多次 所以其實最深刻我放棄了工作 因為我都覺得餵母語 是真的比我當時的工作更重要 所以機場其實對我來說 那個回憶的意義都很大 我覺得阿Keef是一個藝術家 香港是一個很緊張 很節奏很化的城市 我們都很想媽媽可以在生活中 怎樣可以找到一個很舒服的一個空間 或者一個時刻 可以餵捕一個小朋友的整個油煙的感覺 跟他溝通的時候 要一段時間去磨合 但接著再認識得深的時候 覺得原來很有趣 而且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沒有餵捕專家 我覺得尊重因為他是一個爸爸 他在我身邊的時候 當我們這一年的漫長 去母語餵捕的時候 他會在爸爸的角度 去感受到作為一個媽媽 出到餵母語的時候 遇到什麼情況 有什麼壓力 再結合他自己的經驗 我相信應該是一個 很能夠感動到人的作品 這次我和大概都有 超過30個媽媽的面試 跟他們面試過程中 我更加了解到他們的實際困難 或者他們的壓力 我覺得這次的活動最開心 就是見到有很多媽媽很支持 很想自己出來宣傳這個母語圍捕 原來走過母語圍捕的經歷後 就知道原來這些奶粉是不需要的 其實就這樣為一罐奶粉都可以不需要用 然後你就會再反思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 可能社會其中的現象 就是因為會不會太多這些奶粉廣告充斥 令到這個社會 忘記了最基本最自然的東西是最好的 反而大家一想就想到 我要賺奶粉錢 撲奶粉 搶奶粉 其實我們香港侮辱英協會 最主要就是 保护、推廣、支援、支援、支援